今天是什么 阿咪好开心 为什么 因为阿咪好久 东面晚上出来约会了 而且是来到了 市民大道 小时候我们市民大道 像阿咪混的地方 那时候都是一片豁免 现在都是居酒屋 刷烤店超热闹的 而且听说 晚上出来会有 很高兴威哥 那么今天要吃什么呢 严姐姐并说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 漂亮的宝美的地人的店 卖美会有可能我卖美吗 比你年轻啊 女孩会主持会唱歌什么都会 我不是有这样的人 一定是个阿嬷 今天要介绍她的特色 女孩美食证 乳酪 乳酪饭一定是阿嬷的拿手菜 不会有美女喜欢的啦 我跟你讲 你要打破对乳酪饭的迷思 我错了 我们家的乳酪饭 一般店卖的不一样 看到你我就知道 你乳酪饭很好吃了 而且来我们店呢 一般货路或经过 怎么会发生 因为它非常隐秘比较 学校有求人指路 才报得了我们的店呢 今天呢刚好遇见我 马上带你去店里瞧瞧吧 我要是凯西的四肠卤肉饭 对 对 Mia 这是我刚刚给你提到的 乳酪饭本尊 还有她的好朋友乳酪 我最开心最爱的这两道菜 今天也来供养一下 她的老子姐 也介绍给大家 太感谢了 那应该怎么吃呢 这乳酪饭特别有一个 半新熟的口包蛋 对 还有它的最特别是我们的鸭肝 不是鸭肝吗 这是鸭肝 就是鸭肝那么大一块 没错 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想 是因为一般有时候喝酒 像红酒 大家会想要配起司 或是鸭肝 因为都是很好的搭配 然后想说 如果有人想要单搭的时候 卖一个鸭肝好像又蛮怪的 所以我想说 让它跟卤肉饭有个结合 所以一放上去发现 它让卤肉饭更搭 我觉得它是星级版的卤肉饭 没错 就是有一种高级的感觉 是的没 就采清在一起 一定要保持形象 哇 来来来 好 你觉得如何 很好吃 而且像你说的真的不会油腻 对 很清爽 再加上蛋之后 一般外面阿嬷乳肉饭 都没有加半生熟的蛋 对 这个是西式的主厨 很讲究 一定要刚刚好的 跟咬肚子 而且我觉得它的乳汁 有点特别 它有一种八角的感觉 对 是一种可以吃到家的味道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做的鸭肝没有那种奇怪的鲜味 我们的厨房要好好地处理它 宣爱吗 对 用乳清 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到那个菜感动 对 好 那这下一道呢 也是凯夕介绍的 等一下 这个我朋友来我必推 因为我们家的滷味它非常地香 你可以看它里面的配料它有 豬头皮 豆干 海带跟鸡蛋 这豆干已经滷到很入味了 对 因为它也就那么深 它本身已经先滷过之后 再去用我们的一些蜜酱 是 这样子四川麻辣酱 还有沙茶酱 去把它炒过一遍 我虽然吃过大概二十多年 但我每次吃都还是觉得很好吃 我每次吃都比较好吃 很好吃的啦 然后不能忍心 不会有很奇怪的猪 对 没有猪味 重点是我每次点滷味 然后我很多朋友都会说 我不要 我觉得会很咸 我说你一定要吃吃看我们家的 一直都说 真的 跟我刚刚认识的不一样 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主角要上位了 要配一下酒 对 上酒 哇 这么漂亮 这不就是一个雕塑吗 这道叫做法国人的早餐 很浪漫的一个酒 超浪漫的 有烟熏味 对 怎么会那么香的味道啊 对 有点烟熏木的感觉 有个很特别是它旁边有个配料是 花生酱配巧克力 你可以搭配着它 然后再喝一口酒 它有花生克力的花生酱 好提味喔 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 对 我觉得更香 那这个巧克力也是轻轻的咬一口 对 好奇怪喔 明明巧克力比较苦 为什么它喝起来 还是大概甜甜那么香呢 嗯 它培根炸得很香耶 嗯 无法形容到这个地方 就是很奥妙 因为它也是很深 你会期待的是一个很甜甜的味道 不许是有一点点 没想到有精神的味道 可以看到吗 现在喝完咸的 我来推荐这个 好 最红的这一杯 每次来就是大家都会抢个点 它不仅它的酒名特别 喝起来也很特别 它叫做 三参三四十五桃生 然后因为它里面就是 不名思维 它就有桃子 白桃子 我讲的一样 我真爽啊 其实真的很像我们小时候初恋男的那种味道 就不会伸到 不觉话变得很熟 而且它没有什么酒味对不对 刚才酒精容度其实是有的 它是有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女生喝了以后 才会更进去 不过呢我觉得 你知道一人开的店都会有一个私藏的 特别的东西 没错 有一个隐藏版的菜单 对 不是人人都可以喝得到的 或吃得到的 还是 今天要来大解谜我的 凯西特调 凯西特调是什么口味呢 下去就知道了 到凯西特别喜欢的位置 一起来 登登 就是她本人 这就是隐藏版的凯西特调 没错 隐藏菜单来着 但我目前还没有公布 现在第一次在节目里公布 今天是什么 为你带来凯西的秘密 这个会让女生不设法 是不是 它喝起来是完全没有什么酒的味道 对 但是很好清散 我最喜欢这种很清爽的酒 我觉得喝起来有种贵妇感 对 因为它有温柔 它是温柔的酒 温柔的酒 我第一次在那个Logie Bar喝到这么清爽的酒 而且它又不会特别的要引人注目 而且我觉得这里好特别 就是说 来到这里你不会觉得像一般很冰冷的Logie Bar 它就是带着很温柔 然后很温暖 然后来到这里觉得 其实我们这边的装潢 就是比较才是复古的那种 Discord的感觉 对 然后我们的座椅也是才那种软沙巴 所以我觉得你来这边会有一种 在家里的 就我很多朋友来就觉得 哇 这里很舒服 女生要的就是温馨的安全感 对 然后音乐也都是蛮轻松 我觉得很Chill 然后适合大家下班以后 如果你压力很大 你就可以来这边好好放手 对 就像你下班之后没有吃饭 来到这边还有更多好吃的美食 对 下次凯西 我们来的时候你要带 我请你 对 来吧 下次再来 这边是什么 开心的店